要背身啊 挡拆关系太粘着了 好脚步 其实要无关系 原因就是一个是点抢篮板 还有一个防的时候确实能快一点 几次实战都没有用 还是变成侧翼挡拆 中距离好笑 这个防守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但是群人个人能力给投进了 今天这比赛很古典 很古典 从第一节上来打得像第四节一样 感觉有点像90年代这种比赛 玩得像是身体和对抗 铁和血感觉 这段时间在外援的对话当中 打开四巧 中路挡拆 走下线 他这么准怎么能走下线呢 这次 痛苦的回忆涌上心头 斜尔扎提 他停了 49比40 斜尔扎提对防守出了痛 就是琼斯这么投进 走下线这件事情 我们好像谈论了一整个夏天 挂两个掩护之后的机会 这个点是 第一节改例一直在发起的点 琼斯拦不住了 余德豪已经防得不错了 对 很多很多的直接肢体对话 你看 这我不让你去挡拆 蒙古甩胶啊 对 差不多 老周这个形容非常对 这边出来了 你看 微波炉啊 今天啊 这个防等拆啊 所有人的追递都在内线 对 今天浙江赢赢在几个外园身上 三分一 这俩伙这余德豪过半场也货 然后又速度冲 击过来 宇嘉豪 中距地又来的 再是一个 又来一个宇嘉豪 所以说你防宇嘉豪 你还将不能缩进防 那真准 直面宇嘉豪 不敢棋 忧郁了 哎呀 我跟你讲 琼斯这又有点坑人了 反过来又是一个多大手 一个琼斯不太行 一个琼斯非常行 你看现在浙江队在压表 在要时间 那你新疆队的这个转换质量 是一定要打出来的 抢回合数 这边 成帅 成帅 成帅的手硬了 是关键时刻 手不软 时间是无比宝贵的 琼斯 不一个 你这样拉开打呀 时间是浙江队的朋友 对 时间又压下来了 而且自己也打劲了 没看见 二十四投五中 这球跟不上了 第一拍只要防不下篮 好 好